53岁的张女士比炎癌末期身体虚弱 这天她向医院请假要去一个重要的地方 救护车载着张女士到后龙国小 13岁的女儿和扯铃队正准备为她表演 泪水在眼里打转张女士的丈夫意外身亡 她靠着打铃功把女儿养大 离爱之后为了孩子还是硬撑着工作 病情更加恶化 生命倒数计时 她的心愿就是再看一次女儿扯铃 妈妈 妈妈是你的家 妈妈加油了 她可能说妈妈 照顾你女儿不要担心 妈妈今天开心吗 妈妈开心吗 开心 张女士过去长陪女儿到处参加扯铃比赛 以后或许没机会了 忍着病痛 妈妈只想再看一眼你认真的美丽模样 把这份记忆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大爱新闻苗栗综合报道